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這個番紅花是一個非常之名貴的食材 因為它的價值甚至比黃金更高 但是它的香味和它可以為那道菜提供的色澤 是無與倫比的 所以貴一點都是非常之值得的 今天我就會用番紅花為大家做一個西班牙海鮮燉飯 材料有海鮮 任何海鮮都可以的 今天就選了有魚、蝦和蜆 有米、黑橄欖、蠟腸、茄膏、燈籠椒 這個是切碎的洋蔥和我們的主角番紅花 這個西班牙海鮮飯其實外出吃是很貴的 因為番紅花的價值都是高的 但是我想外出吃就沒有辦法 好像在家裡吃到這麼多番紅花 在家裡做的話 其實材料可能你要預備久一點 因為都是多的 但是你在家裡做的話 那種真材實料的感覺 實在是跟外出吃沒有得比的 除非你去一些很貴很貴的餐廳吃 首先我們就預備了一個魚的高湯 這個魚的高湯 其實你可以用一些現成買的一盒的魚的高湯 來煮滾它都可以的 那就加了兩塊或三塊月桂葉在裡面 然後這裡的一盒番紅花 我們就放大約三份一下去 令到那個魚湯裡面已經有番紅花的香味和顏色了 那我們就放一點下去吧 用小火令到它越貴越葉和花紅花的顏色和味道出來 你看到那些黃色已經走出來了 我們煮西班牙海鮮飯的時候 經常都會用這種平底鍋 因為它會令到那些飯不好太深 切切一層這樣然後一路煮或者放在焗爐上焗的時候 它就會令到那些飯很容易熟 而且我們煮西班牙海鮮飯的時候 我們加了一些湯下去之後 我們是不會一路炒它 不會像risotto一樣一路炒著它來熟 所以那些海鮮在上面就可以排得漂亮 就是這個原因 燒熱鍋之後我們加點橄欖油 接著就把我們切碎了的洋蔥放下去爆香 然後加上水 盡量不要炒到它會轉金黃色 這樣就不需要的 最好就保持它白色 但是炒軟它就可以了 爆一爆它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一些切片的臘腸 炒了臘腸和洋蔥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米下去了 其實有一些是專門用來做西班牙海鮮飯的米 最重要是不要洗米 因為它需要米的澱粉 那些黏性 最好後來設定海鮮湯 我們把米倒進去 我們把米盡量每一個米都炒到它均勻地包著那些臘腸 和已經有洋蔥香味的油 就不用炒到米金黃色的 好 炒到飯差不多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酒了 你可以加乾蔥 或者我個人來說 就很喜歡加玫瑰露 因為我覺得玫瑰露真的很香 我們這個中西的Chorsofa就非常有意思 拿出玫瑰露 你可以燒著它 令酒精散發得好一點 你就不會吃到酒精的苦澀味 但是又會有玫瑰露的香味 接著我再加一點白酒給它 但是白酒也燒不著的 所以不用怕 接著我們就加茄膏了 茄膏要炒得多一點 才會甜的 不然茄膏會很酸 好 再加茄膏下去就繼續炒了 好 把茄膏炒均勻之後 接著我們就可以把剛才預備的 加了番紅花的海鮮湯淋上去 但這個時候之前 我們就首先把飯 就把它砌好 當然不用一次過淋下去 逐少逐少 在這裡我想我加了 所有的海鮮湯的一半左右 當你看到米的湯已經吸收到差不多 蝦的時候 你就可以靚靚地鋪你喜歡的海鮮下去 其實海鮮你可以用任何你喜歡的海鮮都可以 蝦 蟹 魚肉 青喉 蜆 好喝呀 魚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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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非常好吃 非常美味 就可以加上黑橄欖 除了你 我自己就很喜歡吃黑橄欖 你不喜歡吃的話 不可以加上去 另外 黃椒 要加一點甜味 然後我們把這個湯 最後加上剩下的番紅花 先下番紅花 如果你在家製有蓋的 你把它蓋一會兒 如果像我這個盤子沒有蓋 你就可以用焗爐紙 剪成一個半圓形 然後這樣蓋在上面 防止水揮發得太快 也可以把海鮮和飯焗熟 然後調到小火 大約多焗10至15分鐘 那麽飯剛剛熟 那麽便可以吃